大家好,這次我Inus又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帶了四部最新的旗艦手機 包括Samsung Galaxy S5, LG G Pro 2, HTC One M8 和Sony Xperia Z2 每一部都覺得有賣點,不知道買哪一部好 好,就讓我逐一介紹給大家看看吧 Samsung Galaxy S5的機面設計 和上一代的S4差不多 不過你一反轉就會看到這個房屁的機背 手感也算不錯 新機最大的賣點就是鏡頭下有個心跳感應器 打開內置的S-Health之後 放一隻手指進去,就可以偵測到心跳數 加上一部手機 又可以自動記錄用家的跑步運動資訊 又防水又防塵 最適合專門運動的用家 同樣來自韓國的LG G Pro 2 5.9吋大屏幕 看電影或煮劇都舒服得多 內置3GB RAM 同時開多個App都更好暢順 最特別的是加入了Note Code解鎖功能 設定好讀螢幕密碼之後 就算部機在待機狀態 直接讀密碼就立即開機,多方便 如果喜歡玩自拍的朋友 就一定要考慮這部HTC-1 M8 因為前置相機像素提升了500萬像 比很多手機更漂亮 為何後置相機有兩個鏡頭 原來另一個小鏡頭是紀錄景深的資料 用家拍完照 都可以隨時選擇想要的對焦位置 很神奇 最後介紹的Sony Xperia Z2 外觀就跟上一代Z1差不多 屏幕大了少少至5.2吋 機身亦輕了12g 防水防塵 還有2070萬像素相機 加上內置3GB RAM 機能上的確是厲害了很多 不過機器始終沒有什麼話題 而且行貨最快都要5、6月才出 現在只能捱貴價買水貨 我就暫時不會考慮了 好 介紹完四部手機 我就買HTC-1 M8 只是它500萬像素的前鏡頭 就很適合我們女生玩自拍拍得漂亮 不知道你們又選哪一部呢